白煙從水溝蓋中不斷冒出 而且越來越多 乍看之下 讓人還以為是乾冰 換個角度 另一條巷子旁的水溝蓋 同樣也有陣陣白煙 而且冒得更多 更高 將近半層樓 日前夜晚 林森北路這奇怪的場景 讓路過的民眾也好奇 到底怎麼了 當時就在這個路口 白煙一直從水溝蓋冒出來 而且不止一個 而是一整排 整個情況宛如電影場景 一般在夜晚道路 許多電影中 也常出現人孔幹冒煙情況 只是電影裡的是 地鐵排出的廢棄 但附近沒有地鐵 可也沒有忍者龜 那這白煙到底從哪來 我們沒有注意到 所以都沒有注意到 沒有注意到 放出來那個熱水 天氣冷了 它就變水蒸氣冒出來了 這個溝裡頭 也沒有管線 就是也沒有什麼 管線什麼都沒有 整個溝體的狀況 也十分的良好 冒煙的情形 我們現在大概知道會 後續如果有接 或有通知 那個地方有冒煙 我們會盡速去了解 到底是不是飯店排放的廢水 台北市公務局水利處表示 目前已派人前往檢查 將在確認原因 只是大半夜的 從水溝蓋冒出大量白煙 已經讓不少用路人問號連連 記者程序李一璇台北報導 有訪問號連結